而且 借殼蟲真的是練舊的那個 一身的金剛骨怒 壞一隻身 原因是 他有一個比較硬的殼 真的是很難處理 我見過大自然中 因為我們所有大自然都是一個食物店 唯一他的天敵就是草苓的幼蟲 叫做牙絲人 他因為小小的像甲蟲一樣 有兩隻熬 他會把借殼蟲整個夾住翻過來 然後咬死他腹部最柔軟的地方 但是草苓的幼蟲 說真的 他是屬於一個非常驕貴的一些蟲 而且非常不好養 所以我們只好大自然方法沒有辦法 我們就只好用人為的方法來處理它 再來介紹一個螞蟻 螞蟻的方式就是澳蟲 澳蟲裡面的成分主要就是銅酸 那平常的話你也可以買銅砂加砂糖 可能就是一比十的比例 我們來處成膏狀 然後把它放在 擠在那個螞蟻金湯會經過的地方 那麼為什麼它會稍微有效於就是 其實它銅砂可能螞蟻吸食之後 有時候它會把它留在腹牆裡面 帶回它的螞蟻巢去供給一些幼蟲食用 所以一整窩的螞蟻比較容易去 那個就是不是光只有單獨說 欸我今天來這隻螞蟻來吃 我這隻死掉 不是 它會有一個戀手效應 那還有就是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報告裡面 下面有一個紅字小字 其實我是用盡量不要讓你們看到 因為這個是我銘晃晃的小超啦 然後 當然我們有時候講說 怎麼去除螞蟻 當然還有一個方式就是指導黃蟲 一定要把螞蟻窩給處理掉 那可能盆栽 我們的盆栽裡面可能都會有一些螞蟻 那螞蟻處理的方式呢 就是我一般都會把它拿到水裡面去浸泡 那你丟到水裡頭去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冒泡泡 那就是螞蟻裡面的氣勢 然後我們現在讓它泡泡 整個一直到消滅不見 這樣子表示說 我們的水已經進入到它的氣勢 讓那些躲在裡面的螞蟻 沒辦法再做一些呼吸動作 然後漸漸慢慢的 超過三十分鐘以後 就讓它淹死 然後我來講一個那個共生關係 我們牙蟲跟螞蟻有共生關係 介殼蟲跟螞蟻也有共生關係 所以呢 為什麼牙蟲跟介殼蟲 會 因為遺憾的特別嚴重 就是共生關係 還有就是螞蟲跟介殼蟲 它們會從它們的排泄孔去分泌 所謂的蜜露 那蜜露呢 就是螞蟻最愛的食物 甜食啦 那所以呢 螞蟻又經常為人確保說 它的食物來源遠遠不絕 所以它很喜歡這種 你們看它的圖了 螞蟻本來就愛搬東西 也就是喜歡搬家 那它會把牙蟲 從這棵樹搬到另外一棵樹 不停的搬 介殼蟲也是一樣 一直搬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我這棵樹有 然後我不去消滅螞蟻 我只處理 牙蟲跟介殼蟲是什麼情況 當然就是 如果沒有把螞蟻消滅掉的話 你這幾種的小型蟲害 真的沒有辦法杜絕掉 再來講到 病害的應對的一些觀念 平常很多人 其實真的不太清楚 病害病原分為 真菌 細菌 病毒 還有腺蟲 真菌的部分佔了50%到60% 細菌的部分大概是5到10% 那至於病毒跟腺蟲就更少 因為你們知道 我們像人可能流感啊 這些都屬於病毒 必須找到 不光是在發病之前要打疫苗 而且發病之後還有特效藥 所以是病毒比較不容易 病疫的部分 那所以呢 其實常見的病害就是真菌跟細菌 那細菌為什麼會一直到處的發生呢 其實它就是因為他們會產分生包子 那包子呢 靠了風水 昆蟲還有人為的方式去傳播 所以呢 尤其像 1毫克的水 它可以負載的 10的2次方 當然就是100個包子拿去 補面的包子 所以呢 我們在 你們覺得說 欸 我們的植物有餅葉的時候 盡量在早期把它摘除 否則的話 你在澆水的時候不停的澆 就不停的噴 到處翻移 增殿葉子 噴到旁邊 再噴到骨骼壁豬 所以你一整片都有可能會產生這些病害 那病害的治療呢 是非常難 因為病原菌好 比較難殺死啦 除非使用系統性 或者是滲透性的藥 其實這個章 你們在外面常常都會聽到 化學藥 化學農藥 這些屬於系統 滲透性的 嗯系統性呢 稍微來解釋一下 屬於水龍性的 然後有移形性 然後我們其實就是 稀釋了之後 噴灑植株的時候 我們不像流氓金氏預防 它是 隨著可能植物的氣孔啊 水孔啊 然後根部吸收之後 把整個農藥帶到整株植物 所以呢 整株是帶毒的 那麼小昆蟲去吸食 它的汁液的時候是怎樣 中毒而亡啊 然後我們大家講到的就是 我們平常啊 不管人啊 或者是植物啊 我們都要去 要有一個想法就是 預防永遠勝於治療 我們寧可平常做好的預防動作 不要等它發病之後再來處理它 因為可能它病的人 是不是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但是有的晚期發現就是末期 那這個剛這邊沒有介紹到聚態的部分 那它白粉病就是有些像 其實紫薇啦 尤其這個時候是開發季節啊 但是它的葉子是非常容易得白粉病的 那我們就是知道用流氓金來 預防消毒一下 然後有很多人講說 欸 奇怪啊 我這些預防啊 或者是可能處理治療方式 我都做了 為什麼呢 上面植物還看到好像殘留了什麼東西 好像永遠都被殺不止 沒有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一些 小蚊蟲的屍體啊 沒有把它處理掉 就覺得 欸 這個怎麼蟲 還是一直在這邊 所以呢 我們平常就是 澆水的時候把它輕輕盡 盡量我們就是 把葉片上面的 不管是灰塵 不管是一些小蚊蟲的屍體 把它弄得比較乾淨的話 比較便宜植物形光的作用 其實你知道 看你的植物能夠好好的生長 那一定是比較健康的 那如果說真的 奇怪好像所有的動作都做了 為什麼還是長得不好呢 欸 當然也可能 不是跟我們情境有關 可能跟你的土壤啊 或者是施肥啊 都各方面有關 這邊再來介紹一個茶花 這個是左邊是茶葉蠻 右邊是斑藻冰 很多人在植物門診問我說 欸 這個茶花上面那個葉子 都會有這個紅紅黃黃的 我有時候會跟他們講說 其實喔 你要怎麼不用處理它 最方便的就是 我們經常在葉面上面 噴水保持濕濕 那些葉蠻就不喜歡 靠近你的茶花 那葉蠻他不喜歡 他喜歡噴得稍微濕濕對不對 但是他病患有一種病 就是斑藻冰 斑藻冰就是太潮濕了 所以會產生這種冰汗 那麼所以你會說 欸 奇怪 他到底要怎麼對待茶花 一下要試一下要乾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課題了 就是你要怎麼去照顧喝食物 乾濕濕間 要怎麼拿窩 就是怎麼拿捏 就是你們平常要去觀察注意的地方 因為所有的固態處理方式 沒有一勞有益的 好 到了尾聲 因為我這邊所做的一些報告內容 其實很多資料都來源於 這本請問職務醫生 這是我們這邊職務門診 台大教授 孫延章教授所審定 還有推薦的 那麼你們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話 我們是在這邊介紹這本書 是告訴我們說 想了解更多的話請可以參考 那麼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